就像中華傳統工藝常會用到的龍鳳花卉文樣 居住在歐洲東部克里米亞半島的克里米亞達達人 也有流傳好幾世代的美麗圖案 用在各式精緻的手工飲品上 這些傳統文樣最近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之認可 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打開手工編織的地毯色彩鮮豔的幾何圖案 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這些幾何圖形是克里米亞達達人的 傳統文樣藝術的一部分又稱為歐內克 代表著一系列的烏克蘭藝術符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21年12月中旬舉辦的 第16屆博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會議中 宣布將歐內克列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上 歐內克總共有35種不同的符號 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內涵 藉由組合不同的符號 可以創作出各種敘事作品 除了幾何圖形外 歐內克還包括植物和樹木 象徵著不同性別和年齡的人 像是玫瑰代表女性 樹木則代表男性 性人象徵未婚少女 康乃馨則象徵老年人智慧和人生閱歷 經由世代相傳 克里米亞達達人將歐內克廣泛運用在各種手工藝品上 幾何圖形的歐內克主要用在編織 花卉圖案則用於所有其他民間工藝品 包括玻璃畫、壁畫或牆面帆布藝術等 非克里米亞達達傳統工藝中 克里米亞達達人是克里米亞重要的少數民族 直到19世紀他們才成為半島上的多數人口